记录裁判员魏金亮冯南 运动员崔洞 日本选手森学 下面比赛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 欢迎您 张志导 这次很有意思 从北京来到休水的时候 我们坐的一个大巴车 红星 崔洞都在一个车上 从哪儿到哪儿 从南昌到休水 大巴车上 对 结果这小哥都上TV台了 是这个谁 孙学是吗 没有 崔洞 崔洞 都上TV台了 TV大巴吗能到说 还真有可能啊 TV台直通车 10天机上了吗 没有 10天机还没有 下场估计要上 有可能啊 TV台大巴吗 嗯 继续指导 孙学来自日本 年龄不小了 嗯 但是我们看这个 孙学的这个英文名字啊 嗯 他是 你是看不出来 他叫孙学的 Mori 你可以叫他 Mori Mori Mana Bu 比如说正常来念 Mana Bu 嗯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啊 像发音的这个情况 他这个英文 是他的音译嘛 对吧 孙学的这个 翻译过来的这个 意思 包括说什么中田 叫Nakata 这些 Toyota呢 这丰田嘛 中田 宏达呢 宏达是本田 你这考我的啊 米卡塔呢 米卡塔 米卡塔就是米卡塔 米卡塔是一个仙角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比赛 来自山东围方的 崔洞 崔洞 近两年的这个上层势头 也是比较猛啊 是 好像听球员朋友们讲过 崔洞好像也是之前打过斯诺克啊 嗯 刚才也量了半天啊 下边打15 轻轻刮 边扣13号的一个线 干法低干要打出来 然后力量不能太重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胜部的比赛 之前崔洞是战胜了沈冲阳 孙学是战胜了余宁 对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呢 将进入到第二阶段 输球的一方呢 在稍后啊 还会有比赛 今天一共进行五个时段比赛 在完整的比赛结束之后 在北京时间的五点四十分 将进行本次分战赛的第二阶段抽签仪式 到时候呢 乔氏国际积分榜 排名第十七到三十二的赛会的种子选手 将加入到抽签里面来 明天上午八点钟 比赛第二阶段开始 本次比赛的第二阶段呢 九十六进四十八 是双败淘汰 打两轮 第一轮是双败 第二轮是单败 延师 准啊 再来 还需要打 远过球 几条线啊 不加这个左侧旋转 直接打进的话 就是从下方往上 十一号就右上方的底带 跳起肝尾 带一些右侧旋转 可以做十一号就右侧的带口 有带左赛推杆 就是十一号的这个反向 底带或者中带 还是想做啊 右边的中带 森学这位球员呢 也是从去年开始参加我们的分战赛 也是一位老球手在日本 而且很好学 不止一次我们讲过 他自己有一个小的笔记本 对 经常是看一些 记录 对 球员的线路啊 打法啊 很好学的一个人 这杆球 7号啊 封住了直接组合球的线路 看崔洞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十一号球呢 先上库边啊 用十一号啊 弹库边扫进十三号 但是需要特别强的准度啊 以及非常高的除肝的质量 十秒 嗯 这么传的话有一定运气成分 这么传的话有一定运气成分 嗯 这么传的话有一定运气成分 还是要看一个准度 白球跟目标球距离太近啊 这个看下游点 动一点点这个目标球的这个 分离出来角度都是差很多 抗性度 Representatives 好 抗性度 第一局 吹动手 比分1比0 吹动手 比分1比0 吹动手 比分1比0 第二局 吹动手 比分1比0 第一局 吹动手 比分1比0 比分1比0 上一盘森学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准度 包括一些组合球拿下一分 森学这个还是简单球啊 实有点可惜 又到了吹动进攻 但是白球也是没有用笛杆往回多退 这个安全就只能去勉强的左边中带轻轻推下 不然的话就是屏幕的左下方有一个九号球 这盘球等于说你下方一个小球堆还是比较多 但是上边还是有十二号 单独的上半台一颗球 所以说你左边这两颗边裤也是很头疼 这角度并没有叫上一个低杆向后可以直接去带13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能不能稍微调一下 比如偷一点带脚下低杆还可以 主要这一和淘气 它这个位置正好挡住了你白球从底裤边裤去带的这个绝大部分的位置 确实阻挡了你的线龙 也没有办法 对手球在那里 除非你前面可以把它撞走 但你撞走 你后面又没有去大球的角度了 对吧 我还是觉得它前面在处理上的这个选择可能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你单纯的留下了这个上方的单独十二号 刚才定颜色一上来头一干可以往回多退一点 然后打十二再往下走 从目前这个位置上来看 这十二号可能是多了一个棋子 可能后面你的选择会多一点 但是一上来定颜色和选择的过程中 再往下先接 这十二号也是一个关键情况 它并没有选择第二步去打 它先选的是左下角的替代 咱们说一个题外话 前职业斯诺克的球星 斯蒂芬里 斯蒂芬里 也是签约了咱们国内的球干品牌 您说会不会有机会在中国区的选拔赛 咱们年终总决赛选拔赛 就是海外区的选拔赛 有没有可能斯蒂芬里能够参加比赛 可能性就在于他自己首先想不想打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还是喜欢吧 对 比如说这项运动 毕竟他打的时间太久了 是 你知道他冷定地跳到这个中式台球里面去打 可能性不太大 还看个人意愿 对 还有一点可能就奖金问题了 奖金又不诱人 但是奖金咱们这么说吧 反过来说 奖金如果诱人 但是你又不是这一项运动的王者 这个奖金不是给你准备的 对吧 说得很直白 你拿不到这个奖金有什么用啊 你只能是过来参与一下 或者被邀请啊 或者怎么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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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谈遍过回来 再做斯诺克 那这个球难了 我跟你说 得打特别薄 特别薄 有可能 黄一谈不谈 你这么 哦 双落啊 那画扶朽为神奇了 所以非常有意思 挥挥手 实际不是本意 本意肯定是做防守的 5号呢 5号呢 高杆从上方再直接往下盘 还是看看陈雪选择 没问题 还是高杆 力量 力量 过头了 中弹还可以打 这杆球是需要从上方 还需要弹空边 再往下来叫四 左上角抵台 右上角可以走两裤 这个力量 再弹起 再走 看看位置 还行 还能打 一个四库啊 叫到了四号球 孙学这个线路还是选择的 很好看 感觉老爷子掌球了 掌球了 就是他本身可能 他的打法应该还是比较花招的 因为本身打美式嘛 线路加赛会比较多 但是他知道 他要打中巴 可能有些东西要留下 有些东西不能留下 十秒 线石 孙学是半个中国童 在前面我记得哪一战 林医战还是哪一战 就有一些国内的球员跟我说 说这个 孙学经常会去打一些 他们觉得自己可能都不太 会知道的地方的比赛 第二局 比如说 某一些比如山西某地 或者河南 或者河北某地的一个 两万三万的 现场发现三学了 这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吧 可能别人打听这个路 怎么去坐大巴都不太好 那还真是一个 打心底 喜欢台球运动 一位海外的球员 喜欢看 发现四个地区 你就儿who就是 在那一战 身边 他们不能进入 这一战 有多是 我们想要线三水 可以 尾皓但 对 咱们 对 第三句 三句开球 看到森学的年龄 让我们唏嘘不已 老球员 对台球真的是很爱 其实说到这儿 斯诺克是有元老赛的 为什么 我们 我们的中式台球 其实也可以搞一个元老赛 45岁以上的都可以来参加 对 因为球台小 你要挂有40的 我觉得50更合适 50 直接一刀切 那我就可以参赛了 50以上更合适 可以尝试一下 毕竟每一位球员 虽然说是 长江后浪 催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但是无论怎么样 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每一位老将 他都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能因为时间的推移 而忘记他们的存在 而且很多资深的球迷 看到这些老球员在场上 再去挥洒自己的球技的时候 也能唤起当年那一份 对台球的热爱跟纯真 对的 此处应该有掌声吧 我这个时候是要有感触吧 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有些说宣传或者是一些商业性赛事里 真的是不太好去有这下运动里面加一个越浪赛 如果有的话我也非常开心 看跳球 很漂亮那个铅笔跳 是不是够 对 5号球 推到7号跟15号缝隙中间才可以 前面咱们提了一个元老赛 这时候如果是有球员或者球迷 也会有其他想法了 我可以 假如我是一个球迷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优势期 优势9 对 好了 宗室台球的中情赛又出来了 没错 14岁以下少年组 17岁 19岁 对 14到17中间 都可以 18岁 14岁以上 青年 其实完全可以的 搞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等级制 它也是一个人才的培养 建设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 就是给了一些建议 和一些可以去尝试的运作的赛事 但是如果具体 就是我们说的是话 具体去运作 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和财力 没错 然后在前期肯定是要去做个计划 这个赛事能不能盈利 对吧 很简单 否则是没有赞助商的 这个很现实了 或者有人甘愿去做这个排球推广 排球运动的铺路时 去投入上千万上百万的资金 当然这个就只能想一想 总得回归到现实 是吧 好 回到比赛 你刚才很有想法的开轮 还好三号球挡住了 催动的15跟9 下球又想往比达的线路 有想法 好球 红色还没有完全介绍 9号这边还是不够 催动这个很有想象力 中带还有机会 再来打薄一点 两枯起来去勾 9号球 不要带一点点的做赛 来球分别向下的角度 这个球打得太薄了 其实说到元朗塞还可以有一个 就咱们之前谈过的什么年终啊 一个赛季完了之后的一个颁奖礼 不光是球员 还会有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 对吧 联系报名的 摄像的 导播的 采访的 很多球迷只看到一个赛事 真正露脸的 裁判员 球员 可以有幕后很多人 幕后英雄 其实我跟你说 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就是我们只能给出建议 具体做还需要人去做 所以说可能就是说 就是我们说起来不费任何力 对 对吧 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敞开了我们跳跃性 或者想象的思维空间 去随便去说 然后每件事情 具体在实施上 还是要有人去做 就这么 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 还是有很多的方面 可以去做 有可能性 对 有可以去做的事情 不一定把眼光 只局限于球台上 这一亩三分地 现在我们可能工作 都是在复制 有一个好的ID 好的一个想法 大家去复制它 有没有人能够创新 人无我有 人有我经 人经我转 中带出问题 有些人能够创新 人能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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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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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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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不要挂一个很强的左塞 弹顶裤 过来 全都两裤过 这个森林学的线路 它本人还是具备的 而且一些 很花哨的走位 是没有问题的 观念还要看准度 好球 第三局 三学生 比分一比二 它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 一目了然 明细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 及时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优管家 淘宝搜索 优责计费系统 我看球房的一切 第四局 吹动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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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并不算特别大 白球可以站得住 第四局 吹动开球 第四局 吹动胜 比分3比1开球青台 第四局 吹动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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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的 像吹动 小的弯 对吧 同样 但是看它跟上一场的帕拉金 就是两个风格 帕拉金这杆球的力量 肯定是收着 到比如说99%的要求的位置去打 它更喜欢这种 除肝速率方慢 然后这种白球缓缓的 扛的一点点 我的意思主要就是体验在 白球跟木造球的控制上 它肯定不会很随手的一打 比如15 上去就好了 然后顶到黑八 帕拉金打肯定是要 把这个力量和干法 控制到特别的要求 特别的完美的方法 这杆好想法 最后用2 调3 3 最后反向8 中 调到17 中间 这个位置是吹动非常完美的 这杆球打薄了一点点 白球最完美的就是 打完2之后 13 15 中间的缝隙 3 8 中间的缝隙 3 8 中间的缝隙 看这个荒衣 要求力度拿捏的要比较好 有把握 有把握就直接顺着这条线下来 比如13 15 这条线 中间大缝隙 干法稍微放低一点 轻的 顶刀都没事 顶刀都没事 这条线下来 用我去 推动手 比辰4比1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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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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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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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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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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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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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十秒 五 四 三 八 五 四 三 八 五 三 八 五 三 八 五 三 五 三 三 五 六 三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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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非常直 那么就9号跟10号的缝隙中间 对方向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看到7 这个就最好还是能够去 刚才交到1 没交到 这样的话打7再打1 从上再往下打8号球的时候 这白球位置肯定不会太近了 而且这一杆要出现一个厚丝座 好了 严强到这个位置 潮池发力答案 也是没把劲 在这边的方向来说 对 我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是什么 那边的方向来说 我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有运气 这样的话还能打还能做 防守的话就是上方那颗相贴近的球 进攻的话就左边的九号球 吹动 平衡感长台 白球又吊带 自由 十三号 左边 十号底带 上来十一 中带九号中带 然后再向上 利用上方的两颗球下来衔接黑八 最后黑八刚好是在右边底带的带口附近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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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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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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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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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栋梁